各位觀眾好 歡迎來到Night Store 頻道 我是你們的頻道主 小葉Night 在此先與大家祝新年快樂 萬事如玉 牛年順利 這次的夜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期待更新的動畫的動漫 當然以下為個人見解 如果你們還有更多想法歡迎下面留言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 死神 在動漫中最後一集是366集醫護打倒陰城眾人後 在隊長會議中醫護要求繼續當死神代理後結束 最後的結尾其實也完全看得出來還有後續 但最後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漫畫草草結束被腰斬 動畫也完全不繼續下去了 但在2020年3月21日 為了慶祝漫畫滿20週年 有要將最後一季的千年寫贈篇動畫化 但是到今年還沒有消息下來 官方情報也是說明今年會有可能 也希望在疫情緩和後可以有後續了 第二個 不死者之亡 在動畫中最後一集是第三季的第13集 最後一集也是我們的葛傑夫之 亡國最強戰士對上我們的裝逼老骨頭 一個時間暫停加上 後直接死亡 後續裝逼老骨頭開分身跟自己對打 騙了一群民眾後佔領國家結束 這部在建構了龐大的小說世界觀下 人全部都動畫化相信一定可以看得很爽 可惜第四季到目前還是沒有消息 第三個 一拳燒人 在動畫中最後一集是第二季的第12集 也是在我們真裝逼S級英雄King 對上龍極怪人 蜈蚣長老 King 戰斗者 對蜈蚣長老罵 他的King 隱晴 戰斗者 在蜈蚣長老生氣衝過去後 大喊了一聲炒包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啊不是 是奇遇 一拳解決 之後在傑諾斯感謝下說了一聲 回去吧 結束 第三季目前也有情報說會開始製作 但到了今年也好像都還沒有消息 而漫畫都不知道甩動畫好幾條街去了 第四個 全職獵人 在動畫中最後一集是2011年新版本的第148集 小潔傷治療好後開始找爸爸 在遺物上回憶著以前的所有過程 也是俗稱的陷阱卡 回憶殺 最後終於找到了老爸 開始講解了暗黑大陸的事情 為了下一季開始鋪墊而結束 但依照目前漫畫的進度 尤其是我們的修刊之王 復健的連載速度 大概再過幾年都看不完吧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在說 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海賊王 明禎難柯南 獵人完結 那此生無憾了 第五個 鬼滅之刃 在動畫中最後一集是第26集 在炭治療的暖男笑容下感化了香奈乎 在三人都學會了拳擊中 保持呼吸下 三人去答案那大哥沒有輸的火車結束 接下來有劇透 有劇透 有劇透 不想被劇透的請直接跳轉 基本上第二季就已經是用電影版整個帶過去了 我一直在想會不會後續的篇章 也改用電影版去製作 但因為後續還有煉刀師之村 跟無限層打上賢鬼 後續還有打無產跟鬼化炭治郎 我猜應該會先出第二季 將煉刀師之村跟上賢鬼的篇章做成動畫 然後最精彩的兩個篇章 再做成電影版 再吸一波最強票房吧 那麼這期因為時長的關係就介紹到此 下一集會繼續接著講其他部 避免有些人會害怕說 還有很多是大家期待的我沒講到 你們想想的其實我也都知道 畢竟我也很希望那些沒動畫畫的漫畫 可以漫畫出來 畢竟漫畫很好看沒錯 但動畫可以更有感覺跟氣氛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再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製作影片的動力 我是你們的頻道主小夜Night 希望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牛年行大運 大家掰掰